大家好,歡迎收看Bee Ma Hailey 遊Paris 今次是第二次的巴黎之旅 上了飛機當然要先睡一會 今次乘坐的是國泰航空 在飛機上睡了差不多十個小時 飛了十幾個小時,終於到達了Paris 今次是我第一次坐這個Share Test 總共有六個人 沿途有很多有特色的建築物 是香港看不到的 而今次住的是索菲特大酒店 天花板採用了透明玻璃 令到空間增加了不少 掛著參觀 做一些正經的事 到了Room Tower的時間 這間不是我原本預約的房間 我之前預約的是有露台的房間 所以唯有要求酒店根本 好,Take 2 看見外面的風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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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有點愛滿地 就是ENE 升奧樂雷史郊路 Корректор А.Кулакова 這次是第一次在Paris搭地鐵 看到很大的蜘蛛網 先買票 一張市區單程車票是1.49歐元 大概是港幣13元 我們來到這裏就是駱有馬傑百貨 咦 撞了同一件衣服 不知道售貨員會否以為B媽沒有換衣服呢 終於買單了 忍不住 又試多一轉 上面有Paris的地標 很特別 現在是曼上的8點 店員好有心機地整理花束 B媽Hailey由Paris的第一天就結束了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 接下來的幾天